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剛才在廣告討論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熟悉 非常憤怒 康海激昂的臉孔 然後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委員 我在這裡告訴你 廣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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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經過兩年的審查 那時候我是前程參議審查的 今天在座沒有一位在 而且我是一個人 跟當時的廣告密室長林營警方辦公室談了25次 超愛協商10幾次 這樣一路走來 當然 在那時候的環境底下 我們把自來會所有的版本能夠納入 全部納入 跟固域雄 納紅棧等等 然後通過的時候,林鋒正,當然是施改會秘書長,還會傳個簡訊來表示感謝之意 所以要知道,一個制度的改革,不是用說的,那個叫入口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另外一個事情,你講的施改國事會議 古塞國事會議,哪一點違背施改國事會議? 2017年,請看一下,你們當時大家不在意,不在意 2017年4月分的時候,第四次戰第六次的施改國事會議 有關施的國事會議的結論,在這地方哪一個違背? 所以對於法官平均委員會要增加外部委員,也增加了兩個,四個增加到六個 政府法庭引入了參審室,外部委員也進來了 但是你的強法就是說什麼要抓到極端,就剛才吳志良委員所談的 你聽說,最極端才表示你有改革之意 請問,這樣你這個最極端是所有的全部到外面的人來決定 架空的十萬院長,架空整個決策機制,包括今天我們要談的第四條一樣 任審會,任審會是做什麼事情?任免、解釋、轉任、簽證、考核、還有獎程 這個是內部前者要相符,你把司法院長把所有行政體系的人程排除 你把這個結構完全改變,本來是司法院長十一個,然後票選了十二個,外部三個 這個是好不容易,那上次我爭取來了 你現在把外部委員,你選了趕快十四個,完全架空 也就是說,司法行政體系完全破壞,這個前者不相符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一稿,看,大家好好看版本 不是蔣其磚說那個就太好,這個根本做不到,你讓整個體制破壞掉 有什麼不能改的,大家都全部面對 改改的,全部改的,尤其這是開放的個人評鑒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